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3年7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咱们先看巴赫木特战场,因为这个巴赫木特目前又有一定的进展,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希尔斯基说,巴赫木特前线我们正在取得胜利,国防军不断前进,敌人被困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呢,说的就是乌军在巴赫木特对俄军啊, 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的态势,三面围上了,只有万东一条路,万东这条路啊,也是不那么好走啊,0504公路,根据俄方媒体报道啊,在巴赫木特地区,俄军大概是5万人,乌军说6.5万人,这是俄媒报道的,乌军在苏洛达尔北部啊,又派出了他的主力,54旅,这个54旅啊,以前是守巴赫木特市区啊,后来跟瓦格纳交战过程中,他是被挤出去了,现在啊, 他又绕到这个巴赫木特的北边,叫苏洛达尔的北边,在包围苏洛达尔,这个显然呢,是复仇而来,那么俄军呢,在苏洛达尔方向也下了本钱, 稍一股啊,把在以前部署在克里米纳以北的很多主力部队,全部调到了巴赫木特东部和这个苏洛达尔,本来啊,咱们以前介绍过,这个俄军啊,在克里米纳啊,那地方是森林区啊,就是在克里米纳那个方向,俄军是攻势,为什么攻势呢? 他是想吸引乌军的注意力,减轻扎波洛达尔、赫尔松啊,巴赫木特,俄军的压力,越往北啊,克里米纳那地方,他离俄罗斯的本土越近,这个后勤保障啊,供应啊,效率都要高一些,所以俄军啊,就有这个便利条件,他在那个地方发起反攻,想让乌军增兵,这样的话,在扎波洛达尔、赫尔松这些地方,俄军的压力就小, 但是呢,视于认为啊,因为这个克里米纳那地方,森林、河流密布,就是不便于机械化部队啊,在那边展开作战,换句话说,就比较好守,乌军在那守着就行,在这种情况下,稍一鼓一看,一计不成啊,又生一计,他把这个克里米纳方向的俄军主力啊,调到巴赫木特,啊,增援巴赫木特的这个北边和东边,而且在苏洛达尔这个方向,俄军出动了T90坦克,啊,那儿部署了很多T90啊, 可见这个稍一鼓啊,对巴赫木特那也是势在必守啊,就必须要守住,死活不能退,巴赫木特我想大家也清楚了,他这个西边和南边啊,有很多高地,就是,卡索菲亚尔啊,是一片高地,然后这个叫克里什齐夫卡村啊,也有一片高地,那这两块高地啊,一个是守着巴赫木特的西边,一个是守着巴赫木特的南边,然后乌军现在已经把这两个地方,啊,卡索菲亚尔已经占下了,那本来就是乌军控制,从头到尾都没有失去过,现在乌军 乌军在拿这个克里什齐夫卡,这个咱们前几天一直在介绍,乌军他现在并不急于马上就拿下克里什齐夫卡,啊,就这么一个地方,俄乌双方可怕有两三万人,不对,那乌军他依托他的这个远方啊,就是靠近 卡索菲亚尔那一带,还有这个丘陵啊,高点,那儿有炮瓶真地,可以居高临下的轰击增援克里什齐夫卡的俄军,所以说这个乌军啊,他并不急于拿下这个村子,叫K村啊,他希望乌军,俄军啊,前来增援,这样好最大可能的消灭俄军,你等到稍一股不增援了,那乌军也可能就把这个村子整个的拿下,这样啊,如果在北部的这个苏洛达尔拿下了,这个俄军可能就走不了了,因为西边和南边这个高点, 被乌军占着的,现在这个榴弹炮啊,15毫米的炮弹,就很轻松的能打20多公里,20多公里以内的,都在人家的炮火覆盖之下,整个巴赫木特没多大啊,巴赫木特城区啊,才40多平方公里,相当说7公里长,7公里宽,这么大一个面积,还到不了,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巴赫木特的俄军啊,现在可以说是非常危险,大家再想象一下,这个美国人援助乌克兰的极数炮弹呢,他马上就要到货了,一旦在 巴赫木特这用上,这俄军根本就没地方跑,所以乌克兰的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说,俄军已无法离开这座城市,就是巴赫木特,我记得我在去年11月份12月份,我是建议乌军啊,在巴赫木特舍不住就赶紧撤,没必要在那消耗,当然了,这个谢尔斯基啊,还有这个乌克兰军方,他一直说,他跟俄军的交换比是1比7,就是死一名乌军,要死7名俄军,那这个交换比非常合适,那你就在那好,是值得的, 但是我是建议啊,打不过赶紧撤,我现在啊,要建议俄军,建议少一股,守不住啊,赶紧撤吧,趁现在还能走,否则5万人呢,到时走不了,这就麻烦了,巴赫木特对俄军来说,是一块死地啊,因为他那西边的高地,卡索菲亚尔,瓦格纳一直就没拿下,然后他就撤出战场了,把这是烂摊子,丢给俄罗斯正规军了,当初啊,这瓦格纳应该一鼓作气,再把这个卡索菲亚尔给攻下,那巴赫木特就安全了,那现在呢,乌军到底什么时候, 能拿下巴赫木特,纯粹取决于乌军的交换比,这乌军他觉得在这儿耗,他占便宜,他肯定耗,他并不急于拿下巴赫木特,如果他觉得在这儿耗已经不占便宜了,他可能就要进攻巴赫木特市区了,那在这个扎布罗日战场,乌军向南达,已经达到了这个叫普里优特内,这个地方离马里乌布尔不到100公里,离比尔江斯克110公里,所以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联想到啊,这个泽伦斯基啊,跑到土耳其,把亚素营呢, 几个指挥官给接回来了,这些指挥官一回到乌克兰,马上宣誓要重新返回战场,那这些人在马里乌布尔打了几个月,血战马里乌布尔,如果这次乌军啊,要进攻马里乌布尔的话,派这些指挥官,恐怕他们更熟悉战场情况,熟悉马里乌布尔啊,所以说这个土耳其叫放虎归山啊,所以说这个普京啊很生气,俄罗斯人气坏了,这个咱们后面再说啊,你想想,现在乌军的前锋离马里乌布尔只有90多公里, 这是目前战场一个情况,总体上看啊,乌军现在也已经学经了,不像这个大反攻刚开始的时候猛冲了一阵子,现在一看这么干得不尝试,没有什么效果啊,所以乌军现在已经调整策略,就是消耗,消耗俄军,不要急于反攻拿下什么土地,那个意义不大,你把俄军啊,把他的装备,把他的国力消耗完了,他自然就崩溃了, 你不需要一蹭一蹭的去抢,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抢,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说法啊,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一共击毁了俄罗斯军队的11个火炮阵地,一个弹药库,三个防空装置,和两个电子战作战系统,其中有一个就是反炮兵雷达, 我印象中啊,这个乌军已经摧毁俄军两套啊,反炮兵雷达这个系统,这东西非常贵,价格很昂贵,而且俄罗斯部队啊,这个现役的并不多,恐怕不超过十个,就是不超过十套啊,而且打掉一套他就少一套,恐怕他没有办法再生产,现在这一个多月里面已经摧毁两个了,这个乌军啊就专门找这些高价值目标去摧毁,现在乌军呢,他就通过他的机动能力,他的装甲,坦克,他派少量的, 这个小谷部队啊,去骚扰,试探进攻,然后呢,吸引俄军开火,一旦俄军的这个炮兵啊,一开火,他就会被乌军给发现位置,然后这海马斯啊,这个神剑制导炮弹啊,就去摧毁俄军的炮兵阵地,现在在战场的这个策略啊,双方都很明白,首先一个是炸他的弹药库,炸他的后勤补给能力,炸铁路炸桥,摧毁他的机接点,这是在前线的后方,在前线呢,主要是摧毁 炮兵阵地,打击对方的炮兵,因为现在打战主要是靠炮兵的,这俄罗斯在巴赫木特好像就发射了三百多万枚炮弹,这什么概念啊,其次在是消耗对方的装甲,什么装甲车啊,什么坦克啊,这种打法啊,乌军占优势,因为乌军在战场上的感知能力要超过俄军,乌军的机动能力也比俄军强, 战场上乌军是掌握主动权的,这个俄军是首饰,所以相对比较被动,然后乌军啊,他采用的是这个比较先进的科技,他主要讲究是精准打击,这块比俄军啊,也要强,那么乌军如果要冲锋的话,这个正好就上了俄军的当,这俄军就喜欢乌军啊,乌洋洋的来应攻冲锋,因为你这要冲锋的话,你兵力就会集中, 你怎么不能搞个一个营机冲锋吧,你大部队运作,这样正好俄军的炮兵啊,就等着你,人家把那个坐标都输好了,防守一方就这点好,他把坐标都输好了,你只要到那个位置,人家就发射炮弹就完了,就要预设阵地,你已经到达指定位置了,对俄军来说他不需要打得准啊,他只要把那个区域覆盖,狂轰乱炸,他就等着你冲锋啊,所以现在就是要好俄军,咱们昨天节目已经说过了,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啊,他所有的运入战争 战争的这个成本都是在成倍增长,他生产炮弹,等他这个库存运完了,他新生产的炮弹,这个成本也是翻倍增长,坦克也是翻倍增长,大炮炮桶,他生产成本也是以前的好几倍,他的车床还有没有,还得想办法从德国去买,你不到德国去买,你就到某些国家去买二手的,买别的国家的备件,这价格都是成倍的增长,你想想谁不趁这个机会发财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还有欧洲这些国家,他不把俄罗斯掐死的原因, 他不搞禁运,他给你放开一些口子,睁一着眼闭着眼嘛,实际上只有这样才会让俄罗斯的血流尽呢,就像那时候给俄罗斯又开了好几个血槽,要不然那血出不来啊,你看这样他心甘情愿的把钱花掉了,卖石油卖天然气换点钱,全部去高价买这些战争物资去了,那你说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军再去消耗他,这个战俄罗斯他怎么打,打仗就是耗钱啊,就是耗物资啊,乌克兰是40多个国家支持的,一个美国实际上就够了,美国就够了,美国就够了, 美国如果要支持啊,传心传意,他就够了嘛,美国拔一根这个毫毛啊,比俄罗斯的腰都粗啊,你怎么跟美国去拼啊,美国人家只拿1%支援乌克兰就够了,就是GDP的1%啊,你俄罗斯的GDP差不多跟荷兰差不多了,荷兰啊,美国欧盟这些国家也坏得很,就故意让俄罗斯出去,咱们以前把普京比喻成潇散,就是这个道理,他就不停的加仓,他不知道止损,止损就是现在认输算了,或者自己啊,也不认输,反正打中脸充胖了, 坚决认为自己完成任务了,然后把部队一撤,但是他现在做不到了,普京自己把自己套死了,他乌东四个州搞公投,你现在就像他们那个吃了一半,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卡住了,贪婪,所以说啊,这个乌军现在改变策略是对的,在1000多公里的这个战线上面,采取这种灵活的战术,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在局部战场,比如说在这个巴赫河莫特,或者是赫尔松,安德诺夫斯基大桥,就是局部地点, 他可以去引拼,因为这些地方,俄军的攻势啊,俄军的防御的这种力量没那么强,相对薄弱,这是战场的情况,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战场之外,那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啊,首先就是乌军又发射导弹去炸克里米亚大桥,克里米亚州州长阿克肖诺夫通过电报报道,说一枚巡航导弹在克赤附近被防空部队击落,目前克赤大桥双向交通,暂时 停止通行,当然了乌军不光是发射导弹攻击这个克里米亚大桥,他还发射导弹攻击了罗斯托夫市,就是那个瓦格纳占领的那个南方军区司令部,就那个市,然后还攻击了布良斯克,布良斯克州长伯格玛茨说啊,今天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击落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枚导弹,由其中一枚导弹坠落,该村的一家巨木产被击中,没有 人员伤亡,同样的啊,罗斯托夫地区发生爆炸,俄罗斯防空系统在盖世附近拦截了一枚乌克兰导弹,根据大家推测啊,乌克兰部队的使用的这个导弹呢,并不是风暴阴影,也不是海马斯,可能是S-200改进型防空导弹,那他用来对地攻击了,给他改了一下。 这是传言啊,这个乌军啊,把导弹改完之后,立马就实验了,实验的目标就是克里米亚大桥,然后罗斯托夫市,南方军区司令部,然后一个布良斯克州,直接就拿这三个目标做实验,看看能不能打得中,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8号啊,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文章,就是发帖子啊, 承认实施了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他说啊,273天前,我们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了第一次打击,破坏了俄罗斯的后勤,什么意思呢?首先一个,这个马里亚尔他是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他在媒体上发这个文章啊,怎么说呢?很大程度上他是代表乌克兰国防部,当然了,如果是乌克兰国防部召开新闻,就是发布会,记者发布会啊,然后在这种公众场合讲出来,这个是最正式的,这个就是 你国家态度,代表你国家,代表国防部,国防部的发言人,或者国防部的副部长,在社交媒体上说呢,当然也代表国防部,但是他的效率啊,是不是比这个召开,新闻发布会,单众啊,公之于众,比这个 似乎效率要低一点,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个意思,你想,梅特维杰夫,他是俄罗斯什么安全会议的副主席,他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大嘴啊,要和平这个国家,和平那个国家,然后又是末日审判,你能说他是百分之百 代表普京吗,代表俄罗斯政府吗,好像也不是,就像东方大国,驻法国那个大使啊,现在叫前大使啊,他说的那一话,他能代表外交部吗,能代表东方大国吗,但是你要说他不代表吧,他也是大使,所以在什么场合下,说出这个话,更有效率,更能代表他的身份,或者更能代表国家,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啊,10月8号啊,就是去年,克里米亚大桥,当时不是那个公路桥上,有一辆卡车爆炸吗,正好把 这个铁路桥上路过的,一辆油过车给点燃了,然后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铁路桥都炸坏了,当时啊,乌克兰方面是极力否认,从总统泽伦斯基到下面,都说跟乌克兰没关系,不知道,应该在两个月以前,就是乌军啊,正式大反攻之前,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办公室,有个主任吧,他又出来说了,他就承认了,是乌克兰情报局干的,当时咱们的做个节目,那么今天呢,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又跑出来承认,就是 一次比一次啊,好像正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实际上这个一点都不难理解,去年克里米亚大桥爆炸的时候,咱们就已经说了,这肯定是乌克兰人干的,韩正是谁干的呢,但是乌克兰人不承认,那你能怎么着,他为什么不承认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你已经骑上普京的脖子了,就不要再拉屎了,毕竟啊,这个俄罗斯人说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条件,触发俄罗斯用核武器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进攻俄罗斯本土,然后俄罗斯又认为克里米亚是他的领土啊,这个时候你不知道普京怎么想,普京万一恼羞成怒,真的用核武器呢,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梅特维杰夫啊,他早就警告了,说谁要炸克里米亚大桥,那就是末日审判,就是用核武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乌克兰人呢,他不信邪,他偏要把那个克里米亚大桥给炸的,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炸的,你还有必要非要承认说就是我炸的,有种你就用核武器,这美国人也不答应呢,你就没必要这么挑衅,就是你炸的就炸了,你不承认,你看他怎么着,这样普京他就回旋余地啊,如果是你炸的,然后你承认了,说就是我炸的,你普京怎么着吧,那你说普京能怎么着,他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你相当说逼他用核武器,你不承认,其实普京心里清楚,就是你干的,俄罗斯人也心里清楚,就是你干的,但是你不承认,人家这面子上还能过出去,找个理由,对吧, 核武器不能用,不敢用,但是导弹轰炸,这个免不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啊,是不是没过几天,普京就开始轰炸乌克兰,全境,一百都没导弹,进行报复,那么为什么大反攻前开始承认了呢,实现这个过程中啊,俄罗斯人已经缓过来了,他的法院呢,缺席审判,罪魁后手,就是那个布达诺夫,判他要立即逮捕,大反攻之前,乌克兰人就半推半就的,半遮半眼的承认了,这就是我们干的,这一次这个 这个马里亚尔啊,就更直接了,说啊,我们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了第一次打击,这就越来越接近于承认,这就是乌克兰干的,现在就差泽伦斯基,以总统的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克里米亚大桥就是我炸的,实际上乌克兰啊,在给普京做心理建设,普京啊,现在容忍度越来越高,这个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接下来,乌军肯定是要炸克里米亚大桥,乌军接下来炸克里米亚大桥,把克里米亚大桥炸了,那个普京啊,不会, 恼羞成怒,一怒之下,就要动用核武器,因为这种狼来了的游戏玩的次数很多了,大家都皮掉了,炸也炸过了,第一次炸你都没反应,第二次炸你就要用核武器,这也说不过去,第二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乌克兰现在越来越不拿普京当回事,这个还是跟这个瓦格纳、普里克金造反有关系,你说瓦格纳、普里克金造反,普京一点脾气都没有,今天晚上有传言啊,这个普京啊,把前线总指挥,就是特别 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免掉了,这个总指挥的职务免掉了,他那个参谋长的职务还在干啊,换上了谁呢,换上了空降兵司令,叫特普林斯基来担任总指挥,这个也是每日邮报报道的,普里克金啊,天天喊着,就是要换掉这个总司令,总指挥,格拉西莫夫,还有一个国防部长烧一股,你看普京这么老实,立马就把格拉西莫夫的总指挥先给撸掉, 那你说让乌克兰人,不就把普京看扁了吗,你有多大能耐啊,你还敢用核武器,所以人家就越来越不拿普京当回事啊,你吓唬谁呢,极数炸弹,包括什么陆军战术导弹,能够顺利的到乌克兰战场,拜登签字,恐怕都是跟这个普里克金造反有关系,这些人都看清了普京,你有几斤几两,把普京看穿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马里亚尔啊,大大方方承认了,去年啊,我们就攻击了克里米亚大乔,你普京随意,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炸这个大桥,你做好心理准备,那就这意思啊,对普京的心理建设也已经做完了,第二个新闻就关于埃尔多安和普京的了,这个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呐,佩斯科夫说啊,安卡拉指的就是土耳其啊,向乌克兰示范纳粹亚索营指挥官违反了协议,这回这个克里姆林公发言人指责土耳其违反了协议,这个佩斯科夫还对记者说啊,因为普京工作繁忙, 没有接听埃尔多安8号打了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埃尔多安呢,8号给普京打电话,普京没接,说没时间,这能叫没时间吗,普京呢,实际上就是在耍小脾气,我不高兴了,你打电话我不接,那普京为什么不接呢,为什么生气呢,这个您不能怪普京,这个事情搁谁啊,谁都会生气,为什么呢,就这一个礼拜里面,埃尔多安是仿佛的打脸普京啊,一而再再而三,这普京不怒都不行了, 登鼻子上脸,第一次啊,土耳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自行榴弹火炮,然后呢,又宣布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然后呢,又将庶民这个亚素营指挥官,交还给泽伦斯基,带回国了,放虎灰,归伤,这个是违反了协议啊,协议是要求这些人,在土耳其一直待到战争结束,结果埃尔多安根本就不管, 第四巴掌呢,就是关注黑海粮食协议,威胁俄罗斯,你不仅要签,而且咱们以后三个月一签,一签管三个月,那你说普京能不生气吗,所以你得允许普京啊,耍点小脾气,打电话不接了,反正接了也没什么好处,你不费就通知我嘛,告诉我,我要把人放了,告诉我,我要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是呢,这个埃尔多安呢,他发表讲话,他说啊,土耳其过去一贯奉行平衡政策,不允许有人破坏, 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那这话怎么理解呢,这埃尔多安自己他讲,我们一直奉行平衡政策,谁都不得罪,不叫平衡政策嘛,然后我们不允许有人能够破坏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那现在谁在破坏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呢,你能说泽伦斯基破坏的吗,人泽伦斯基跑到土耳其来,要求你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要求你援助火炮,要求你把人给犯了,你埃尔多安是愉快的答应了,面带微笑,没打破, 半个磕吧,或者你说是泽伦斯基破坏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显然不是,那是土耳其自己破坏,这不可能吧,埃尔多安都不可能说我要破坏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关系,是普京在破坏,埃尔多安在警告普京,你跟土耳其好也得好,不好也得好,你现在刷小脾气啊,你就是想破坏 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关系,绝不容许,那你说普京上哪儿说理,普京实际上就是耍个小脾气而已,也嫌得我很生气,就是人人都欺负我,普里格金欺负我,没辙,你这个埃尔多安欺负,你欺负了一切欺负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登鼻子上脸的欺负,你谁能受得了啊,然后那个乌克兰的国防部副部长,也是不知亲中的,居然打脸,说是承认了,就是他干的,你说普京怎么回应呢,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 这个俄罗斯人说啊,普京啊,是吃亏上诞,反正这不是第一次,说这个普京经常吃埃尔多安的亏,说我们啊,再一次被骗了,实际上普京他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埃尔多安为什么教训他,因为回头普京就得舔着脸去求埃尔多安,这没办法的事啊,大家想一想啊,现在普京能够搭上话的,有点分量的国家,朝鲜啊,什么叙利亚不算,伊朗算半个,为什么不能算一个呢,因为伊朗全球啊,好像也没哪个国家, 他搭理他,他被美国和欧盟也是禁运嘛,也是制裁嘛,所以说普京能搭上话的正经的国家,好像也就那么三四个,我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印度啊,算一个,而且是大国,但是这个印度除了占俄罗斯的便宜,他啥也不干呢,这普京只要一找莫迪,那满满的都是伤害,人家只要石油,然后给的是卢比,普京不卖还不行,总之是印度啊,占够了俄罗斯的便宜,第二个就是巴西,这巴西实际上是南美洲一个很独特的国家, 人家也还是分量不错的,这个卢拉吧,也喜欢出风头,结果普京把人也得罪了,本来人家是霍西尼啊,说这个让乌克兰把克里米亚让出来,你俄罗斯把乌冬四个州还给人家,这事就了了,回到去年2月24号就完了,大家误会一场,结果卢拉把两个国家都得罪了,卢拉伤心了,前不久他说了,我这个战场啊,在巴西,巴西人的这个温饱,巴西的什么建设,我要把精力放在这儿,你们这国家打仗,你们打你们吧, 我没时间,我也不参与了,让普京碰了一鼻子灰,没时间陪你普京玩,你爱咋地咋地,然后东方大国,你说东方大国他能干啥呢,合作无上线,人家已经解释了,这就是个修辞啊,就是说说而已,你还真当真,就没想到啊,就是个修辞手法,为什么不谴责俄罗斯呢,那是因为毕竟还需要国家去劝啊,去促和啊,如果大家都去谴责俄罗斯,那谁去促和呢,人家解释了,就是我不去谴责你是因为咱们还是想劝和的, 言下这一句,如果我要不是劝和的话,我早就谴责了,你看最近他也说了,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你说普京能不生气吗,现在就生一个土耳其,这个埃尔多安还愿意跟普京眉来眼去的,你说普京能不把他抓紧吗,一有机会他就要拉住埃尔多安,他现在给埃尔多安脸色,耍小脾气,不接人电话,实际上是生气,赌气了,过两天自己也给埃尔多安打电话, 你看说来说去就是普京手上没有筹码,他没什么选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普京现在很自卑,确实不想接埃尔多安的电话,怕埃尔多安嘲笑他,说你一个普里格金,一个雇佣军,一个自己的白手套你都搞不定,你得跟我学学,我来教你两招,那你说普京咋说啊,埃尔多安呢,说想那点我啊,如何如何,你说普京听还是不听,你不是刺激他吗,就哪壶不开,听哪壶,所以普京一想算了,这电话也别接了,反正都是糟心事啊,突发新闻啊, 波兰今天突然向乌克兰运送十多架米24武装直升机,到底是几架不知道啊,反正是十架以上,有人说十二架,这个波兰援助乌克兰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这个泽伦斯基好像正在波兰访问吧,马上直升机就送来了,没有F16,那这个米24先用着,这个保加利亚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泽伦斯基跑去访问的时候,好像这个保加利亚总统跟泽伦斯基俩还吵起来了,闹得不愉快,但是不愉快归不愉快,回头啊, 该知识支持,所以保加利亚又援助乌克兰这个苏式专甲车,乌克兰加入北约啊,这个保加利亚还投了个战争票,就是吵归吵,闹归闹,支持还是支持,罗马尼亚将为F16战斗机飞行员建立一个区域培训中心,该中心也将提供给乌克兰人,这一决定是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领导的国家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做出的,该中心将于其他盟国 和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建造,向北约国家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火棒国家的飞行员开放,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新的援助计划正在制定中 这是法国外交部说的,这里说一说法国啊,这个法国可以说非常有意思,你要说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它这个数量还不算多,应该排在波兰之后,感觉好像他没给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法国又非常重要,我总结了一下,这个法国啊,实际上他是带节奏的,他给的东西不多,但是都很重要 正因为法国啊,援助乌克兰,这个叫轮式坦克,实际上就是叫轻型坦克 好像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这乌军士兵啊,对那个坦克评价不高 但实际上呢,乌克兰收到这样的坦克,就是法国援助这样的轻型坦克 它是个标志性的,它是个风向标,正因为法国带头援助了这种攻击型的武器 轻型坦克,那它也是坦克啊,所以这个美国,德国,英国才援助坦克啊 坦克在源源不断的到乌克兰战场 正因为法国援助这种轻型坦克,才打破了这个援助乌克兰武器这个沉闷的气氛 你看现在啊,好像援助乌克兰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大家好像又是不太积极了,F16战斗机啊,好像又开始往后拖啊 这时候法国又跳出来了,说啊,我们新的援助计划正在制定中 又是来推波助澜的,很有可能呢,法国这个援助计划一抛出来之后 又要掀起这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高潮 大家就敞开了供应,什么意思呢,就是武器啊,又要升级 当初法国啊,决定援助乌克兰这种轻型坦克 还遭到了英国啊,这些国家的批评 他们批评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你法国援助这种武器,为什么不跟大家商量 搞得英国啊,其他北约国家都很被动 实际上那种轻型坦克啊,它是侦查用的 它并不是攻坚用的,那个砖甲的很轻,都很薄 乌军拿它只能去侦查,你要拿去冲锋陷阵 它挨不了一发152毫米的跑弹 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梅德威杰夫啊,他又说了啥 梅德威杰夫称,向乌克兰提供急速弹药 及提供加入北约的承诺表明 拜登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资源 梅德威杰夫警告称啊,美国的这些举动 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梅德威杰夫啊,现在挂在嘴里面的就两个 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一个是核大战 这两个轮番用啊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